最近美国黑人男性乔治·弗洛伊德 被白人警察杀害的终审判决 终于敲下终止腹 白人警察被判决三项证明全部成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部电影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讲出一个黑人因被骗而为奴12年的故事 男主索罗门是一个有气有女的自由黑人 是一名木匠兼小提琴手 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用过在美国纽约 然而有一天在户外的一片草坪上 他突然遇到了三个对他散口不绝的男人 他们一边对索罗门说着自己对他的崇拜 一边想介绍一个工作给他 可能因为被赞美冲破了头 索罗门居然相信了这三个来得不明的人 才去餐厅打酒言欢 结果第二天 索罗门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一个无比黑暗的地牢里了 而且还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铐 突然昨天还在夸自己的男人走进来 对着索罗门就是一顿教训 对索罗门束缚的他毫无还手之力 在地牢里遇见其他几个黑人 但他却一直强调自己虽然是黑人 没过几天几个黑人就被一股脑的推上船倒卖了 上船之前 奴隶主问索罗门他叫什么 索罗门说了自己的名字 奴隶主不谢 说道你以后的名字就叫普拉克 索罗门回怼说自己就叫索罗门 这一句话 一下子惹恼了奴隶主 直接得了索罗门一耳光 并坚持他必须是普拉克这个名字 索罗门跟着奴隶主来到了买主的家 同行的黑人大姐因为自己要被卖了 直接吓哭了 索罗门没有什么反应 他的黑人大姐都被卖给了一户叫福特的主人家 福特家的主人看起来还算和善 索罗门被安排在正直园工作 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木匠的才能 修剪的水池大大提高了灌溉的效率 因此得了主人福特的赞赏 还送给了索罗门一把小提琴 这件事引来了木匠约翰的嫉妒 经常找索罗门的茬 索罗门又一次忍不住了 直接回责罗门一顿 约翰为了报复他 勾结朋友要对索罗门处于私刑 顾面的他被福特先生救下 福特先生说 他想要活下去 就必须要把索罗门 卖给一个叫艾姆斯人家利 索罗门想告诉福特先生 其实他不是奴隶 但是福特先生说 我不能听你说这个 他有债药罐 身不由己 很不幸的是 第二个主人艾姆斯是一个十分松敞的人 他想请愿的奴隶是被圣经所领取的 奉劝他们接受所谓的宿命 他要求每个奴隶 必须每天采摘200磅棉花 否则并会挨打 其中一个女奴 帕特希每天采摘超过500磅的棉花 艾姆斯经常表扬他 对他抑制不怀好物 又听艾姆斯把所有奴隶集合起来 在屋子里跳舞 趁着起舞的帕特希 艾姆斯的表情十分萎缩 这一下被艾姆斯的妻子发现了 他怎么也理解不了 艾姆斯放着自己这么一个美丽的白中女人不爱 要对一个黑人女子垂涎三尺 被嫉妒出温头的艾姆斯夫人 直接拿着花瓶打向帕特希 因多次被艾姆斯先生强奸 欲自寻短见的帕特希 虽然索罗门求助把他杀了 但是他拒绝了 在这农场突然多出了很多棉花如虫 艾姆斯认为新来的奴隶带来了棉花如虫 他把这些奴隶租给了临近的唐妙种植员 唐妙种植员主人很喜欢索罗门 还允许他在结婚周年纪念典礼上 演奏提琴 并还给了劳动报酬 回到艾姆斯的庄园以后 他想用这些钱 请两个白人寄封信 给他在纽约周的朋友 但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收了钱 被帝领却告发了他 后来索罗门的解释 点击地让艾姆斯相信了他 最后他只能悄悄地烧掉这封信 这份他唯一的希望 有一天艾姆斯因为到处都找不到帕特希而暴怒 等他回来以后 艾姆斯命令把他绑起来 逼迫索罗门鞭打帕特希 索罗门无奈只能服从 但他看着血肉模糊的帕特希实在无法继续鞭打 艾姆斯接过鞭子 直到帕特希全身血肉模糊 终于有一天 索罗门等到了扭转他命运的人 一个来自加拿大门的女将巴斯 他和巴斯一起见到露台 巴斯虽然是白人 但是他却反对努力制 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索罗门选择相信巴斯 并向他请求帮助 希望他能辞一封信 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 起初巴斯认为 这会威胁到他是自己的生活 所以并没有答应 但是让他还是同意了索罗门的请求 很快 纽约州州长和另一个人 来到索罗门所住的庄园 并点灭要找索罗门 州长询问了索罗门 一些有关他以前生活在纽约州的问题 索罗门认出州长的同伴 是他认识的一个萨拉托家的店主 这个人就是来解救他的 尽管艾姆斯依然不相信 帕特希也非常惊讶 离开之前 索罗门给了帕特希最后的拥抱 在维如12年后 索罗门重获自由 回到了自己的家 索罗门的经历是不幸 但又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他的遭遇 幸运的是他拥有永不放弃的信念